50年前,這裡沒有購物商場 沒有摩天大廈 沒有地鐵 沒有免費電視 但是50年前 在這個經濟還未起飛的小島上 居然出現了一個歡迎 所有市民享用的文娛空間 從此,香港人就有了第一個 為他們門常開的大會堂 無論是官方事 日常事還是人生大事 都在這個大眾舞台輪流上演 大會堂簡約實用的設計 是出自兩位英國建築師之手 其中一個就是Ronald Phillips 他到今天依然清楚記得 當年跟拍檔一起設計 他會堂市的理念 哈蘭 Fitch 和我都是建築師 我們從第一天看到這個 是一個文化的中心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中心的中心 是一個中心 是一個中心 大會堂 在設計之初 就注定會成為這個城市 最開放和公共的地標 他除了帶來第一間 符合國際標準的音樂廳和劇院 兩個演出場地之外 還有戰後第一所公共圖書館 和美術博物館 以及最大的婚姻註冊柱 也有展覽室、演講室和餐飲場所 這些文化設施 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 50年前就是傳承焦點 象徵了香港正式踏上 注重公民權利的現代城市之路 1962年3月2日 香港大會堂的大門 正式為市民打開 當時的港督柏立基 在開幕典禮上 就以一幅卷軸象徵管理權 交託給當時的市政局主席 期望這個文化中心 能夠為全港市民 帶來歡愉和啟迪 大會堂舉行音樂美術節 社會各階層人士 為了紀念開幕五周年 大會堂舉行音樂美術節 社會各階層人士 登登動牆 初期來說 大會堂的運作 基本上是供應設備 給市民應用 因為大會堂 當時是香港最好的設施 所以一開始 就很多人遭用了 而且已經滿座了 每晚都有節目 有時候一天兩個節目 希望能夠在我 最好 每晚都能夠借出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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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藝術團體 如果要去東方表演 一定要經過香港 去澳洲也要經過香港 去日本 從歐洲來也要經過香港 以前是偶然 很辛苦找到一間理舞台 用來做世界級音樂家的表演 有了這個場地 對於香港的群眾 接觸全世界尖頂的藝術表演 亦多了 雖然文化活動百花齊放 但當年有能力買票入場的觀眾 多數都是以中年人 和外國人為主 為了吸引多些本地青年人 陳達文就以當時電影 最便宜的票價做標準 推出了一系列 只需要一元 就可以入場的音樂和戲劇節目 當中由二海花音樂會 最具創意和特色 當時很多外國的家鄉樂團 製作幾十張椅 就像我們那樣的牌 每張椅上都只創一個喇叭 結果變成由幾十個喇叭 造成功一個交響樂團 這樣演出 我記得第一次節目是貝多芬交響曲 第一支第九 當時有些人賣成兔菲 都是十多元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 一方面讓市民接觸多點音樂機會 另一方面也引導他們多點來音樂廳 我會讓市場聽廳場的現場 其實當時買女兒只想我可以 寫一支歌給我 已經有了一首歌電影 聽了組合的時候 這支組合有很多僅僅在裡 我就想想 既然如果寫一個 很有香港味道感覺的演奏廳 我第一次想到部隊演奏廳 他和紅館很不一樣 和感覺上很流行的音樂 大學堂裡面是很藝術的角落 雖然現在經過了數十年 但仍然會有演出 我曾經帶過我的小朋友去看 那感覺是 例如你去文化中心 或者去其他地方的大會堂 是沒有那個感覺